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港口发生了大火烧毁了至少14艘船 就在火势得到控制时 一艘燃烧中的船松开顺流飘下 索性消防员及时抢救才避免船只再次着火 停泊在加州沃尔纳特格罗夫这座港口的船只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午夜时分被迅速蔓延的火焰所吞噬 当地消防人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大火控制下来 但是正当火势受到控制之际 一艘火焰还没全面扑灭的船只突然松开 顺着河流往下流 险些再次点燃其他船只 最终在消防员的抢救下 它撞上码头 在事故中烧毁的船只大多数长期停泊在港口 据了解事发时没有人在受影响的船只上 事发原因还在调查中